第758集 房门是被墨宇一脚给踹开的 刚踹开,人就跳回白和冉身边 然后拉着白和冉往边上一闪 很快的,一股子酸臭的味道混合着煤气从门里飘了出来 即便两人已经躲出老远,依然能闻着那股子味 墨宇之恶心,一手眼鼻,同时也示意白和冉捂上点 可白和冉还没来得及抬起袖子,就觉眼前人影一晃 剑影不知从何处出现,站到了自己身前 柱子,你回来了,经理好像出了些变故 白和冉心里咯噔一声,那种不好的预感再次强烈起来 出了什么事?剑影答 昨天夜里,石殿下从天赐阵返回上都城 才到尊王府门口,就被叫进了宫中 进宫不久后傅游出来,而后匆匆离京 走的是罗叶的方向 罗叶?白和冉的脑子在急速地思索 但无论如何思索,他都想不明白 自己这种不好的预感跟罗叶有什么关系 可君木林又为何突然大半夜地离京,往那个方向去 如果不是奔着罗叶去的,又或是要去哪里呢? 他迈开脚步,走进了白星岩的书房 那股子难闻的气味更加浓郁 他却已经没心思管味不味道了 只是紧着往前走了几步 一直走到书房的那时,站到了白星岩的床榻边 眼前的文国公已经完全脱了响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 不但皮肤松弛不满褶皱,就连头发都已经花白 整个人精神萎靡,已然是出气多进气少了 剑影说 我已经提醒迎春,不要再折腾着给他泡水 怕一个不小心再给泡死了 只是也没想到,这位文国公这么不禁折腾 这才几日功夫,就成了这样 白赫然其实也无所谓这个爹怎样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就能把人给医好 他只是在思考自己的感觉到底是准还是不准 如果不准的话,那一切都好说 当没事发生过就好了 可一旦要是准了,他就必须立即做出一个安排来 如今看来,一旦事情的确像他所猜想的那般 是当年那桩事,还有五皇子的身事被皇上查了出来 那么,赔进去一个白星炎是必须的 他也不会对这个名义上的父亲生出丝毫怜悯之心 别说根本就不是亲爹 就算是亲爹 做下的措施也得有自己去扛的勇气 可他担心的是 皇上能甘心只算白星炎一个人的账吗 这必是诸九族的大罪 他原本是想把这件事情再拖一拖 给他更多的时间 让他对东秦朝廷的贡献能再大一些 这样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话语权 能够有更多的筹码来保住想要保住的人 在公主府时 他还在想这件事情最坏能到什么地步 能保住谁 是不是九皇子能保住白珍珍和红氏 还有白浩轩 三叔能保住老夫人 君灵溪能保住红旺 然后剩下的林氏和白燕宇 有君木林帮衬着 再加上他本身 应该也能护得下 可眼下看来 事情似乎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君木林离京了 白赫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刻这样 强烈地需要君木林来保护 又或者说不是保护 而是从他离京 似乎看出了朝廷的一种态度 看出了天和地的坚决 之前并没有听说有什么事需要他连夜离京的 且就算君木林真的要走 至少也该给他通过消息 不能亲自送消息 也可以派暗哨到天字镇去 但他现在什么消息也没得着 离京的事还是他自己的手下悄悄来报的 这就不对劲了 是殿下跟谁一起走的 他问剑影 可有同行之人 剑影点头 带着洛修 还有监殿的人 但属下认为 监殿的人应该只是护送 监殿 他眉心紧锁 监殿的人是什么人 剑影告诉他 监殿是一个只听从皇命的细作组织 是皇上从年轻时就开始培养起来的 除去一部分流经护驾之外 其余的全部散落在天下各地 随时随刻准备向京都传递消息 监殿 皇上的人 白鹤染神经一领 突然就明白了这其中的道道 就像刚刚脑子里冒出来的一个想法一样 君穆殿的离经是朝廷的态度 是皇帝的坚决 皇帝这一招根本就是掉虎离山 料定一旦向白家发难 君穆殿一定会保他 也会帮他保白家其他人 所以提前就把人支走 不给君穆殿说话的机会 甚至都不让他看到即将发生的一幕 如此一来 就算皇上能看在他白鹤染以往对冬秦的功绩上 最终能饶他一命 但也绝对不会再给他颜面 去报其他的人了 甚至他跟君穆殿的这桩婚事也要一拍两三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有些烦躁 再问剑影 九殿下呢 在京里吗 剑影的 冬天雪在看着九殿下那边 我们发现石殿下离京之后就分了两路 一方面盯着石殿下 一方面盯着九殿下 属下本意是想跟着石殿下出城的 可是监殿的人不在暗中 属下若是出城 势必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两人正说着 门外响起脚步声 不一会儿功夫 冬天雪就一阵风势地冲了进来 主子在就好 他松了口气 随即道 九殿下清晨离京 走的是寒杆方向 我追了出去 可惜 到处都是监殿的人 周旋到现在才得以平安回城 白鹤染这才注意到冬天雪的狼狈 似乎还与人发生了打斗 衣裳都划破了 可是他已经顾不上这些 冬天雪带回来的消息让他大惊 几乎冲口就问 那五殿下呢 答话的是剑影 五殿下那边是属下盯着的 石殿下离京追踪不了 属下就自作主张去了凌王府 凌王府倒是没什么特殊的动静 一切如常 且五殿下已经进宫赴宴去了 属下就是亲眼看着他换了华服 进了皇宫才离开的 五殿下已经进宫了 白鹤染的脸色都变了 那嫡公主呢 嫡公主昨天回了京之后 就直接回宫了 再没出来 她再问 那江月呢 人是否还住在尊王府 不在 剑影摇头 今日清晨 就已经被秘密接进皇宫了 完了 她下意识地开口呢喃 完了 身边的墨语不紧 小姐说什么完了 白家完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 这屋里浑浊的空气 让她很不舒服 但足以令她阵阵作呕的是 皇家这一系列手段 是皇家要除掉白家的决心 三位手下面面相去 都知道有事情要发生 可又谁都不知 要发生的是何事 白鹤染在白星炎的床榻边站着 叮叮地瞅了白星炎一会儿 脑子里不停地思考 该如何能把她在乎的那些人 都给摘出来 该如何能把想保的人 都给保下来 原本主意打得好 有九十两位皇子在 有她三叔在 至少能保住一部分人 可眼下才知 她这个主意打得实在是太天真了 或者说 她心里想过的这些个主意 皇上也已经替她想到了 所以 先制走了两位皇子 这一下就让她和白珍珍无力可施 而她三叔偏偏又在边关未回 一个将军不在的将军府 又有几分自爆的能力 既然人情不能讲 那她就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光再次盯上白星炎 这就是大货的源头 她只有解决了这个源头 才能让这件事情跟白家彻底撇开关系 可是 这个源头该如何解决呢 她取出金针 在白星炎的脖颈处比划了几下 白星炎吓得直哆嗦 有气无力地挤出了一句 你想干什么 白赫然 你不能杀我 我是你爹 她无意同地争辩跌不跌的事 她只是告诉白星炎 方才我手下传来的消息 你也听见了 石殿下突然离京 紧跟着 九殿下也突然离京 可以说 如今我和珍珍的靠山都失去了 一旦这个结果要成出点什么事 就只能我们白家自己来靠 之前我只是有所预感 公炎要出事情 但现在我已经可以确定 公炎一定会出事 而且还是大事 白星炎 你得保护我们 白星炎下的头皮都发麻 他保护 他能保护谁 他现在都这样了 他还怎么保护 白赫然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呀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丫头的意思 根本就不是让他保护谁 而是想要对他做什么事 从而达到保护别人的目的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死 白赫然兴许是要杀死他 以表明心智 他刚刚都听到了 剑影和冬天雪说的话 已经很明白 这是朝廷要有动作了 这是朝廷在针对白家 且刚刚白赫然还问到了武殿下 那是不是说 这件事情跟武殿下也有关 是武殿下的身世暴露了 完了 白星炎心里一片冰凉 白家完了 他也完了 他追求了半辈子的全是富贵 如今终于都成了泡影 终于再也没有继续做下去的梦 可是 真的就笃定了是这件事惹的祸吗 他问白赫然 你怎么断定就是那件事 只是说两位皇子离京 你莫要小提大做 白赫然摇摇摇头 告诉他 不会错 就是那件事 白星炎 你不要怕 我不能亲手杀了你 因为我得把你留给皇上 你的命 只有皇上亲自去 才能最大限度地解了他的恨意 但这是株连九族之罪 别让我不管 但我在乎的那几个 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你株连 他一边说着一边思考 如何才能撇清这个关系呢 他可以施针 为要给白星炎改变血液 到时候不管用什么方法 的确认亲也好 还是别的什么也好 都让白星炎的血 跟五皇子对不到一块去 怕甚至还可以让五皇子的血 跟天和地能相揉 可是那样不行 治标不治本 就算证明了五皇子 是天和地的亲生儿子 就算证明了五皇子的身世 跟白星炎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也改变不了 白星炎曾经给皇上戴了绿帽子的事实 他相信老皇帝既然着手做了这件事 那就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给做得足足的 当年的人证绝不会缺 白星炎这边想抵赖那肯定是赖不掉的 所以这个方法不行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 他目中金光闪烁 最后一个方法跃跃于世 不如就彻底改了 将白星炎的血液改得跟白家所有人都不一样 虽然老太爷已经不在了 但是还有老夫人 他要让白星炎的血跟老夫人完全不同 先把老夫人给摘出来 再让白星炎的血跟他们这些子女也不同 如此就能把他们这些子女给摘出来 至于林氏和红氏 一纸修书也很容易 如此便能把所有人都摘出来 他要把白星炎变成孤立的 既不是老夫人的孩子 又让他自己没有生养的能力 让他的所有子女都非他亲生 可这也有弊端 就是如果白星炎不是他们的亲爹 那他们的亲爹又是谁 总得有个人出来把这个包给顶了 他们这些孩子总不能是凭空出来的 抱养 有人代替原房 对 必须有人代替原房 他能想象到这件事情有多屈辱 所有的女人都是有人代替白星炎原的房 所有的孩子也都不是白星炎的 再让老夫人作证 白星炎是抱养的 这样 他犯的罪就跟九族没有关系了 虽然也是有些异想天开 因为有没有关系不是只凭血脉 还要看族谱 看官府备案的典籍文书 如果皇上一口咬定只摆脱血脉不行 那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可如果皇上通过他的这番努力 能够看出他想要与白星炎划清界限的决心 能够看出白家摒济白星炎的决心 就应该能给白家人一条生路 对 没错 他料定皇上不会傻到看不出这是他们白家的金铲脱鞘 更不会傻到真去相信白星炎不是白家之人 何况还什么有人代替原房 那这些子女跟白星炎多多少少相似的长相又如何言说 他只是要让老皇帝看一个决心 看看白家跟白星炎决裂的决心 这是在保命 再难堪的理由也得编造 再不得已知识也得去做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为了活命什么都得做 白星炎 他低头看着床榻上躺着的人 闭上眼睛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大家好 我是本书男主播陆清竹 水平有限 不知道演绎的角色是否能让大家满意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一份关注 十分欢迎来留言吐槽 主播很重视的呢 感谢观看